您最想关心的话题 省委陆委会主委访问美国 那么在美国今年通过 台湾旅行法 还有2018财政年度 国防授权法通过之后 具有哪些意义 如何解读陈明通主委 访美的相关谈话 而在美中贸易战下 未来三方互动 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相应题我们今天节目中 很高兴访问到 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 执行长中山大学 中国与亚太区研究所教授 林文成林执行长 我们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 执行长您好 两位执行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执行长 论委会主委陈明通 是在美国时间18号 就出席了两岸关系的 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 开幕致辞 同时他以民主自由式发展 两岸关系的重要基石为题 进行了英文演讲 他在演讲当中 是提出愿意在不设政治前提 和不拘行事 不限地点下促成 两岸的对话跟沟通 我想从这里 首先要请教执行长您的事 这是否显示政府 对于两岸展开对话 是采开放的态度 还有展现相当善意 不过为什么又在不设 政治前提下来进行 我想不管是过去的 国民党执政的时代 或是现在民进党执政的时代 我们的政府都希望 跟对岸来进行协商 进行交流 因为台湾两岸的 不管是经贸的关系 人民与人民之间的 互动交流非常的密切 一定有很多问题 需要双方共同坐下来 协商来解决 所以当然 陈明通陈志伟 这一次到美国所做的演讲 维持的是跟过期的基调一样 这也是蔡英文总统上台 一再强调 她愿意跟中国大陆坐下来谈 当然这一次提出来 所谓不设前提 因为对岸一再强调的 就是说 你台湾两岸要恢复协商 台湾就要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交合共识 这个就是个前提 7月13日 习近平跟连战见面的时候 同样提出来 就是你要在这个前例下才能谈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提的就是不设前提 基本不设前提 然后不羁形式的 然后不陷在哪一个地点 这当然就展现了相当的谈心跟善意 这既讲给中国大陆听 其实也讲给美国听 是 我们五方释出了善意 那接着请警长部我们观察 就是陈主委这一次在演讲中 对当前两岸情势提出了民主自由 是两岸关系重要基石 也指出外界对于中国大陆 对外发展的一些忧心 不晓得对此 执行长您有什么样看法 还有这次陈主委演讲中 我们哪些还值得关注的讯息 我想等会 陈主委也提到了 就是说希望中国大陆 不要在国际的场合 继续的打压台湾 因为台湾的外交空间 是台湾人民的共识 也是朝鲁之间的共识 不管谁执政 都坚持台湾的国际空间 我们要走出去 陈主委提到民主自由 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这也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利己所在 这也是我们值得美国支持的这个地方 那蔡英文总统在面对的 中国不断的外交打压的情况下 他也期待希望能够成立一个 自由民主的联盟 来引领中国大陆的打压 所以这个当然 它也是一个基调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在美国这个地方 我们对美国的重要性 除了战略重要性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 新兴民主国家的典范 我们是相当成功的 那这个美国人可以听得进去 那么在这内容当中 其实也有提到民族主义的 这样一个字眼 怎么样来解读这样的内容的含义呢 我想这个因为中国大陆 现在不断的在去深化 提高民族主义 这基本上是相当的危险 那这个其实也伤到中国大陆自己了 因为最近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官方的媒体 一直在的提醒 就要这个降低这样的声浪 就是说一直把自己这个升高到 我好像是全世界第一 我是最伟大的国家 我是最强大的国家 那这样子的话 对这个中国大陆或是习近平来讲 他的外交弹性空间变得非常的小 比如说这一次的中美贸易战 很多中国大陆老百姓觉得美国是靠我们的 你有这种民族主义的话 那习近平怎么去做让步 所以这个既是伤到这个其他国家 也伤到中国大陆自己了 那我们觉得最危险的 中国大陆什么情况最危险呢 就极端的民族主义的中国 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国 其实是最危险的 那就是这个认为中国大陆是这个会非常强大的 其他国家都不是中国的这个对手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会变成一个相当傲慢的国家 比如说在这个台语两岸里面 为什么过去将近这个两年多的时间都没有协商 就基本上我大你小嘛 你完全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你应该让我这样向我让步 那中国跟其他国家他的想法也是这样 不管对日本对这个新加坡的 对南韩都是这样 甚至有些中国大陆老百姓也是 美国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了 美国是一个没落的墙前 我们要期待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强 就普遍的这个想法 普遍的氛围 但是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思维出现 当然中国共产党要扶持一部分的这个责任 就是因为共产主义这个作为吸引中国大陆老百姓支持的一个手段 已经慢慢的下降了 因为中国大陆在越来越少人 这个相信这个共产主义 所以他开始用民族主义 来这个支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正当性 所以他不断的去这个提升 老百姓之间的爱国旨意 民族主义 那反过头来献说的他的弹性的空间 所以目前教授是观察到中国大陆对于这个民族主义这方面的一个强化 似乎有稍微这个减缓 这样问你 从最近就是尤其是他们主管经济跟主管科学的人出来讲话 就提醒中国大陆老百姓 我们不是那么伟大 我们的科技都是还是比别人落后 不要一味的认为我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因为这样子反而让其他的国家有戒心 然后反过头来联合起来来制约中国 所以他们现在的宣传这一方面反而是在降温 那如果说换个角度来看 这民族主义如果是扣紧了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这个有人认为最危险的情况是一个高度民族主义的这个中国大陆 对抗高度民族主义的台湾 这个是最危险的 但是我觉得台海两岸提民族主义的话 这是一个两面认 因为台海两岸毕竟是同文同种 这个某种程度我们希望中国大陆老百姓过得好 我们也希望将心比心中国大陆老百姓 也希望台湾过得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从某种同志讲起来 如果台海两岸发生战争 最不幸的就是中华民族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 我们在台湾希望能够继续维持目前我们生活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 你努力去克服你目前国内的问题 那台两岸之间的分分合合 就等待未来再去决定 这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来决定这个问题 现在谈这个多次主会伤害对方 我希望就是说中国到底能够想到这一点 谢谢执行长的解析跟说明 接着要请教执行长 就是说陈明东主委这次出席华府的这项研讨会 是由陆委会委托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 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合作共同举办 在会中表达我方对于两岸互动交流立场 您觉得我方在这方面传达了哪些的讯息 我想第一个我们传达的信息就是说 我们不会给美国找麻烦 因为美国现在对我们非常支持 但是美国担心的是两岸关系的继续恶化 虽然他支持台湾 他希望台湾地区是维持和平稳定的 所以陈明通主委所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是 我们会尽一切的可能去维持台湾地区的 这个现状跟这个稳定 这个虽然中国大陆一直在破坏这个现状 但是我们愿意维持这个和平稳定 第二个的话 我想陈明通主委想要传达的是 我们是美国非常可靠的一个盟邦 或是一个友邦 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所以这个价值观 我们跟美国是一致的 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 第三个我们当然是希望 就是说我们希望美国继续支持我们 在两岸关系这一方面 我们释放出这个善意 我们也愿意很有弹性的 跟中国大陆互动协商 但是这个两岸的协商 不是我们愿意就可以做得到 你美国要帮我们 去说服北京 重新回到谈判桌 是 好 我们希望后续会有更好的进展 持续相关的就是要请教教授的是 美国跟台湾从1979年断交之后 双方都有民间往来 不过官方互动相对是比较受限 不过在今年 我们知道 美国通过了台湾旅行法 还有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台湾跟美国官员渴望进行互动 如果就这次陈明通主委访美能够会见美方官员或一些互动 这是否代表台美关系重大进展 又有哪些观察指标呢 我想陈明通主委到这个美国去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的突破了 只是就是过去蔡英伦总统上来 张晓越主委 他比较决定留在台湾 没有去 事实上他也经常受到邀请 他没有去 当然最大的突破 就刚才主持人所讲 台湾旅行法的通过 台湾旅行法通过 当然我们要看看下个月 蔡英伦总统 如果经过美国的时候 他做的是哪些事情 因为已经有媒体开始报导 他可能接受过美国国会的邀请 到美国国会去演讲 如果是这样 我相信中国大楼一定是跳脚 因为我们现任的总统到美国去访问 第一次是李登辉总统 而且他那时候是回到他的母校 而且到康奈尔大学去 如果蔡英伦总统真的到法府去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现在所有限制都已经取消了 台湾旅行法就是 以前美国当中的限制都取消了 现在包括我们总统 副总统行政院院长 国外交部长 国防部长都可以到法府了 但是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要顾励到美国这一方面 可能反应 然后看看中国大陆这边 会不会不理性的去反弹 我们也要维持低姿态 谢谢执行长的观察跟说明 我们今天节目中是访问到 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林文 陈教授 针对乐会 朱伟陈明通 16号启程 前往美国参加研讨会 并发表演讲 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焦点 为我们做详尽的说明 在下一段节目中 将针对相关议题 至于请教 请讲为我们做解体说明 节目稍微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 阳光记者黄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东 从政经情事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力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执行长 同时也是中山大学 中国与亚太局研究所教授林文成 来针对陆会主委陈明通 进往美国访问 那么在18号已经发表演讲 那么演讲内容传达两岸哪些讯息 在这次的访问当中 也渴望会见美方官员 那么来看未来美中台三边 关系的发展持续呢 我们就要请教执行长您的事 这次陈主委访问美国 我们也关注到中国大陆 表达了反对双方官员 任何形势互动的立场 你怎么样来看 对两岸还有美中关系的一些影响呢 我想当然两岸关系 能否进一步的改善 这个求是在北京的所中 北京要去思考的就是说 要不要把台湾一直逼向美国的怀抱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说 我们只有跟美国谈合作的事情 我们也在强调说 我们要愿意跟你谈 愿意跟北京谈 坐下来谈 而且陈主委已经讲了 这个不限行事 不基地点 任何地方都可以谈 你要在澳门谈 我就想跟你在澳门 香港都可以 所以不是台湾不想跟他们谈 我是他们现在把两岸协商 两岸对话的门关起来 所以北京如果能够有一些谈性 比如说我一再跟中国大陆朋友讲 你说不一定要讲九二共识 这个四个字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讲 但是我们总是要坐下一谈 看我要怎么讲 所以我们才能够起的共识 而不是这么空中对话 那李老师设计前提 没有坐下一谈 我怎么能够了解你 所以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可能可以先从 比较非正式的层面去谈 不及行事 一开始也不一定 就是海集委跟海协会 或是陆委会跟国台办这样讲 你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恶鬼对话 难道不行吗 从方沟通一下理念 知道彼此立场 然后看有哪些可以有弹性 转换的空间存在 然后大家了解以后再拿回去 再仔细的商谈 这个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从中国大陆 对臣民通知委的这个谈话的反应 我基本上还是有点失望的 因为刘洁一讲说天气很观其醒 台湾过去讲了很多都跟这个行为上都不一致了 但是这个讲了以后要跟你谈 你都没关起来 那我怎么办呢 就没有推动的可能了 对啊 所以他们讲说不能过这个不设前提 哪有谈判是要设前提的 我还没谈我就输了 所以这个当然 从很多学谈判的人是不可接受 我是在美国学谈判的 我也觉得就是说 一设前提这种谈判是不可接受的 但最主要还是说 双方要放下生电 做下一谈 很多问题都可以从这个谈判州相互的沟通 去避免误解 这个我还是取决于中国大陆态度 是 那接着要请教执行长 就你怎么样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商议以来 和中国的互动 而在一个中国政策原则下 川普总统他的态度跟立场 第一个 这个川普总统曾经讲过了 就是说我干嘛遵守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 事实上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 跟这个中国到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一样的 中国大陆 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跟中国到同时这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 唯一合法的这个政府 这是中国的中国原则的界定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 中国不含台湾 美国只认知到这个台语两岸中国人 都只张只有一个中国 美国说我对这个不表示意见 但不代表我这个支持 所以川普总统他在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一方面 当然有一些他是不变的 后来他也回到一个中国的政策了 但他还是支持两岸的这个和平 两岸的协商 台湾关系的这个稳定 然后这个他反对 变面的改变现状 所以为什么美国最近的这个政府 这个指责中国是在破坏台海的现状 已经踩到美国的缝线 所以美国派了两艘金箭穿越台湾海峡 就送这个信息给这个北京说 你已经在破坏现状了 你已经踩到我的缝线了 因为你这个派这个经济绕台 这样子你在国际社会 这个不断的打压台湾的这个外交空间 你抢走台湾的四个邦交国 都是你在破坏现状 所以川普总统有一些这个立场是没有变的 但有一些他是这个有所改变的 当然就是对经贸的关系 这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是是 那么持续就有关美中贸易战 大家现在也非常关注 那么中国对应美国的态度 好像看来是某种程度的以牙还牙 双方的关系是不是陷入某种程度的紧张 美中关系的贸易战里面 只是美中关系里面的一部分而已 增结在美中的这个竞争关系 竞争领导地位的关系 而且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你一再的这个想要把我从亚洲排斥在外 你这一再的是要降低我的影响力 你一再的想要修改 我这个制定的这个国际的秩序 这才是主要的这个增结 尤其是中国提出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 那就表示这个中国连这个在制造这一方面 连在科技这一方面都想要超越美国 所以这才是对美国的一个真正的挑战 就是中国的企图心 让美国感到这个不安 所以美中的贸易战 只是这样的一个矛盾冲突的情况下的一部分而已 那当然就是到底涉及到就是说 这个贸易战到底进展到什么时候 因为所谓贸易战 这个是杀敌一千至十八百 绝对没有一个国家谁绝对完全胜利 只是谁受的伤害比较大 但是国际的这个经济的智库都已经评估过了 如果美中贸易战继续进行下去 对中国的伤害是远超过对美国的伤害了 比如说日本一个金控公司的评估 如果美中的贸易是降低了百分之二十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会向下修百分之三 那美国只向下修百分之0.9 所以当然是中国受到的伤害 沿着以美国这个大 我相信到最后中国应该会让步 所以目前看起来好像蛮强硬 但到最后他应该会让步 是这双方户籍高关税 不过我们也留意到 川普的谈话有时候 我就会说我们跟中国大陆 还是可以持续推进比较好的关系 那么中国大陆 现在看起来也是沉着应对吗 你现在可以看起来 就是说在十九大之前 在美中贸易战之前 中国对周边的国家都非常强硬 现在中国对周边的国家 包括对沃州在内 都采取非常温和反和的态度 他试着改善跟日本的关系 他已经开始改善跟韩国之间的关系 他跟新加坡的关系都在改善 他跟印度的关系也在改善 但是习近平他对德国是都相当的低姿态 对沃州都相当的低姿态 已经不再像现在这么傲慢 那问题就是因为他要集中这个精力 来处理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所以他希望联合这些重要的经济体 包括沃州的印度的这个日本的韩国这些 希望能够取得他们的支持 才能够来对付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是那最后请教执行长 那你怎么样观察在未来 美中台三边关系中 在近期的话 我们还哪些需要关注一些焦点 可能会影响未来三边关系发展 我想第一个了 这个美中的贸易战我们会很尴尬 因为我们也会受到伤害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政府提到 就是说 这个其实台语两岸在经贸问题上 应该坐下来谈 因为在这个美中贸易战 我们是一个受害国 第二个我们也是美国的对象 我们也是美国的对象 我们不是说不是美国的对象 我们刚跟理了这个关系 都还没被排斥在外 所以美中的贸易战对我们 是一个两人的局面 第二个的话 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对抗的话 那台湾可能会成为一个带锤的羔羊 我希望中国不要这样做 因为过去美国通过 有利台湾的这个法案的时候 中国没办法处罚 美国的时候就处罚台湾 就拉掉我们的这个邦交国 然后经济绕台 这个武力威胁就增加 我希望这个中国不要这样 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防 第三个的话 就是如果在美中的对抗过程中里面 中国一再的采取这样的 不妥协的态度来打压台湾 那我们就被逼着一定要跟美国合作 因为我们已经被中国逼得走投无路了 所以这个甚至连最后一堆稻草 我们都要抓住 所以如果这个美中的这个竞争 继续的持续下去 中国继续对台湾 采取这么强硬 不妥协的态度 那我们只有导向美国 加强跟美国之间的合作 是 好我们在今天的非常感谢 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的执行长 林文成来观察 六会主委陈明涛 目前正在美国访问 那么在18号也发表了 两岸相关的一些演说内容 来解析 未来美中台三边关系 最新倾施的一个发展 非常感谢林教授 谢谢您 谢谢警长 谢谢连会支持